当地是今2月5日早晨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预算决议 保证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 能够推动疫情纾困计划 这意味着拜登的1.9万亿美元新冠救济方案 将在未来几周内获得通过 100名两党参议员投票结果是50比50 民主党全部赞成 共和党全员反对 只在参议院评票时 投票的副总统贺锦丽打破这一僵局 对民主党的主张投了赞成票 将预算决议案送交众议院批准 投票后 经过了超过14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后 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表示 随着这项决议的通过 美国不仅有机会解决疫情问题 解决经济崩溃问题 解决数以百万计的孩子教育 被中断的现实问题 而且有机会给美国人民带来希望 恢复对政府的信心 随着今天的进展 要执行拜登的新冠纾困方案 还需要单独制定 并通过更详细的立法 不过今天的进展 可以为与共和党人的谈判 提供更多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